好久都没有任人之争来逛我们这边的卡牌玩具市场呢 我一般来的时候呢就直接买了卡就走了 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的逛一逛吧 你们看 这边一些奥特曼的面具 这个是正版的吗 这个是万代的吧 这个不是万代的 但是感觉做工那些也挺不错的呀 然后这边我又看到一个玩具恐龙行动队 感觉应该你们会喜欢这种吧 反正我是不怎么喜欢的 然后这边还有奥特金刚 哇塞 这个是变形金刚和奥特曼结合的吗 雷阵金刚 哇塞 那这边呢我又发现了很多面具 这个是谁的 有小板认识的吗 诶这个是啥呀 一个大猩猩 这个是个板凳吗 感觉我们这边玩具市场好多奥特曼类型的玩具啊 你们看 这里又是一个奥特曼的玩具 这是一个变身器吗 那你们看 这边呢又是奥特曼的面具 那这边呢是各种解压的一些捏捏乐呀 一些解压玩具 你们看 火龙果 这边呢我又看到现在很火的萝卜刀了 那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玩过呢 之前和我小子 我弟他们 我一人给他们搞了一把呀 不知道你们手里面有没有呢 你们看这边还有 这个也是萝卜刀 里面还有一个人偶呢 这里也是萝卜刀 这里还是 这里也是萝卜刀 那我的话 看一下 搞一个吧 搞一个粉红色 那你们看 这种玩具你们见过吗 变形手机 哇塞 这个可以变成手机呀 感觉挺有创力的呀 搞一个搞一个 把这个红色的给搞了 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呢 应该算是大多数男孩子喜欢的东西吧 哇塞 各种玩具枪 帅呀 这边还有全自动的呢 哇塞 现在的玩具枪好高级呀 那我在这边呢 又看到奥特曼系列的玩具了 超可动战士 赛罗 原生态 这个呢 是合金的呀 哇塞 那如果本期视频点赞破一万的话 咱们下次就来买个这个 那现在呢 我已经到家了 那我呢 要拿出冰箱里面的烤包 等一会呢 一起去拆掉 那咱们先把在冰箱里面 拿出这些烤包给拆掉吧 第一包 SR 看上这一包 SR 一张SSR 德凯奥特曼 散亮星 这里还有些五元包 一张UR白金 X奥特曼 混合装甲 SR 一张UR白金 X奥特曼 一张SSR 折托奥特曼 阿尔法装甲 哇 中了一张约 SR双线 罗布 奥特曼 今天运气还算可以的 这里还有单载派对的 SR 这包也是SR 看这一包呢 一张SSR的虎皮卷 大灰狼 然后还有一个 奥特曼 橡皮叉呀 第二弹 看看会是谁 是赛罗奥特曼 这个呢 应该是个夜光款吧 咱们就不开了 那好了 接着咱们来玩 今天在玩具口碑市场 买的这两样东西吧 首先咱们先把这个萝卜刀 拿出来 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萝卜刀呢 我这个萝卜刀好像有好多把了吧 有几把呢 放在不知道什么位置去了 这个粉红色感觉挺不错的 那我小子呢 好像也有一把粉红色的 嘿 击碧您 这样子吧 击碧您 萝卜刀先放一边 咱们接着来看这个 可以变身成 手机的变形玩具 打开 嘿 拿出来 这还有两把武器啊 两把 冲锋枪 那因为呢 这个我也没变过 那我就研究研究 边摸索 边给它变身吧 这里先折过来 这边也是一样 折过来 应该是这样吧 然后这里掰进去 这边两个按上来 先是手臂位置旋转 这边也是旋转 然后 先把这个给按进去吧 应该这些都有卡扣的吧 你看是有卡扣的 对准 然后这边翻转 把手给它折进去 翻转 扣紧 现在应该算是完成了吧 但是这里有点不平啊 这里还可以翻上去的 现在应该好了 你们看 这个手机负面的是个机器人 然后这里手电筒 照相机 现在时间是12点 这边是一些信号 网络还有电量 感觉还行吧 然后咱们看一下侧边 还有音量加减吗 我的天哪 这边这个是锁屏键 开机键 我的天哪 我是第一次玩这种 可以变形成手机的玩具 感觉挺有创意 那如果有喜欢这个 可以变形成手机玩具的小伙伴 可以在频率下方留言评论 那我将抽取一条 他的那条评论 右上角点人数最多的那条评论 把这个可以变形成手机的玩具 送给他 那想要或者的小伙伴 就赶紧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吧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对了对了 这个萝卜刀呢 也是可以送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